現在又到了科學會那裡的時間了 最近好像科學新資和科學會那裡 和這個神秘只是Cross Over 就會有很多靈異的東西 你自己養不養寵物? 我不養的 我家裡有的寵物都是蟑螂鹽舌 我都不養的 原因是 我很怕那些寵物 如果它走的時候我不開心 還有我養不點自己 所以不會養那麼多寵物 怎麼養寵物呢? 但是很多朋友養寵物 其中以香港來說 以貓是最多的 所以很多人稱之為貓爐 因為貓本身如果你去研究它 其實有很多脆微性在那裡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原來貓是不懂得分甜味的 甜味 你說 原來它的基因上面的美國基因 就是它去分析美國 它沒有甜味的這個 第二件事 就是這也是科學研究來的 你不要覺得我是V1 就是說原來養貓的人 那個心臟病發的機會 是低於不養貓的人 30%左右的 就是養貓的那些其它研究還有很多的 有一個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貓上面有寄生蟲 它也都會惹到它的主人 上腦 是的 影響它老婆 令它更加覺得那些貓是有趣的 就是這些就是 也不是說完全是V1的 但是其實其中有一件事 為什麼要在科學院那裡說這件事呢? 而是一直以來都有一些其實是科學與不是科學之間的一些說法 是混合在一起的 有人甚至乎將這些對寵物的認識 就嘗試給一些科學解釋下去 甚至乎就是有人跟寵物它溝通不良 純復不了它的寵物 首先貓不是是貓能否純復到你 就不是你能否純復到貓 但是有時候是狗啊這些 基本上就是有人去想 其實有一件事叫寵物存生的 就是我有能力 有一些專家就懂得有方法 你不要理會是什麼方法 總之他們有一套魔法 但是他告訴你就是一套標準的方法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特別的理論 就告訴你 是可以人類是有能力跟寵物去溝通的這樣 甚至乎是想到它什麼想法 有個什麼悲慘遭遇就說了出來 諸如此類這樣的東西 其實有些事情我就覺得會是 我一直以來我比較抗拒講這些題目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是很有趣的 你如果想回整個科學那個發展的過程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 都是有些曾經以為很離奇的 但是最後就已經歸入了一個正式的 就是一些的說法 最後原來是有部份能夠證實到 甚至乎有部份是存留了 還有在我們今天的正式的科學裡面 有這樣的例子 如果在那個寵物來講 原來其實我剛剛去找回這些資料的時候 原來過去幾年 是有人嘗試在那個寵物全心那裡 做一些叫做認真一些的研究 它的科學成份未必很高 但是似乎就希望是比較有系統的去研究一些的 所謂的一些的和寵物溝通的理論 而是有一些是找到一點點的成果的 但是我自己我也觀察過的 就真的有些貓是它不理睬你的 是 我自己真的親眼見過 比如最簡單 比如有一個我經過在不知道在深水埗那邊 那隻貓就站在那個部門 就是那個部門養牠 那些人走過想和牠玩 牠不會理睬你的 是的 如果狗就不理睬 狗就一定和你玩的 貓就不理睬一點 是的 就是說你要遇到一隻很肯癡人的貓的機率 就不是很高的 通常就是 尤其是那些店鋪貓 就更加理睬你都傻了 店鋪貓養來要捉老鼠的 又回不上一刻野性才行的 不是 牠如果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牠就跟你丟兩句 牠夠東西吃 牠也不會理睬你 是的 是的 我人生裏面接觸貓的機會不算很多 對於貓的脾性我只能夠說略之一二 但是我想介紹我找到的一個資料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份其實都磨來磨去磨了兩三年的一個研究 最近又再發表了一群專門研究心理的人士 他們似乎能夠做到一個實驗的成果就是證實到 其實人類是有辦法讓貓放下他的戒心 處於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態 就是說如果人想對貓視好和表達善意 原來有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很多貓農都聽過的這些說法 原來在統計學上證實 應該是合理的 是有意義的 那方法是什麼呢 大家都覺得說完就是 就是你很深情地去跟貓眼看一眼 然後你很慢地去眨眼 其實我自己還沒看這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也聽過 而且甚至乎我是從哪裏看回來呢 就是一個自稱有寵物存心的能力的人去說回來的 但是當然了 我自己一直來講 我很抗拒寵物存心的這堆討論 因為它裡面用了很多根本是沒有可能對的理論來解釋 但是我又覺得如果他們找到一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然後有一個有系統的實驗做出來 我又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至少我知道有一部分是有一些根據的 它原來是這樣的 在一個實驗來說它也是的 它也純粹就是找一個 就是一堆貓 就是和一個人這樣 你不停重複好幾次 在很多不同的貓很多不同的人身上 你都去試 就看它們的交流 有些你就怎麼都不會和一貓慢慢眨眼的 有些你就很慢地和它眨眼 而且就在那種 眼睛比較半開合的情況 就是不要說燈大了 一個比較很瞇一線的情況 它會維持得比較慢和比較長一點 令到那隻貓看到你的表情 它其實就說這種基本上就等於和那隻貓笑 和那隻貓示好 甚至說和那隻貓說 I love you 的一種語言 它們會認為是 它說這個過程裡面基本上就是 貓自己本身處於一個比較輕鬆 防備小的狀態的時候 它自己都會表現成這樣 瞇瞇瞇瞇 那隻眼睛很慢很慢 就是它的警覺性很低的時候 其實就這樣說 它一隻貓懂得去閱讀你的表情 又有什麼奇怪呢 狗簡直是懂得閱讀別人的語氣 你一直學它 它做了虧心事 這隻狗懂得慚愧 其實就是它的靈性 不要說是靈性 它本身的神經系統就是有能力 但是它的腦部發育就是有能力去處理這些 貓反而是沒有的 但是貓它都懂得閱讀你的表情 甚至貓是懂得聽懂你的語言 它能否反應你是一回事 但是它看到你的表情 如果是一個放鬆沒有戒心的狀態的時候 我想也是這個原因 它也覺得自己不是一個處於危險的狀態 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 由面部表情來去交流 來去溝通 其實就是我覺得 其實就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不需要說到 我甚至乎聽到有人說到 其實是有量子糾纏作用在背後的 這樣就不用說到的 OK 量子糾纏在這裡是無辜的 不要扯它下水泉 但是這個都有一些的 哲學上的意義 因為這個在說的是 人和動物之間的距離 不是在說的是一個質的距離 是一個量距離 是吧 比如它們都有所謂的感情 有認知 只不過程度比我們低的意思 不是說它們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如果有溝通的基礎的時候 證明 大家不是在說完全不同的東西 都是同一個動物界裡面的東西 是 是 是 甚至乎就是 我不要說到寵物全心這麼V混混 其實基本上原來就是 它有性它知道你想表達什麼意思 就是一隻貓餓的時候 知道這個人是給東西吃的 我又懂得來問你拿東西吃 是吧 狗甚至乎我可以再高級一點的 懂得去表示它的情緒 表示它的歡迎 表示它的掛念 甚至乎它做錯事的時候 表示一個殘鬼悔究 那這些其實呢 你如果放在一個人的 人的小朋友的腦子來說 那種內疚呢 表現到內疚其實是一個 腦部發展比較高階的表現 然後懂得聽主人的語氣 然後懂得去怕 其實這件事真的是一個小朋友的腦子 都能表現到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已經不是一種超自然力量 不需要用到超自然現象去解釋的東西 純粹就是你的聲波、你的聲調 在腦部學習機制裏面 知道這件事是危險 還是受歡迎 它只是懂得分 是啊 但是 如果我們將這個邏輯推遠一點 舉個例子 我自己最近有一個好人 很感受心 譬如我抓了一隻蟑螂 我到處拍牠 嘩 它在那邊走 我感覺到這隻蟑螂很驚慌 是 一隻蟑螂 甚至一隻烏鷹 你真的怕牠 那是不是代表牠都有一定的認知的程度 甚至有某種意識的可能性在那裡呢 是啊 這裡你要想一下 意識的最基本 就是什麼為之意識 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譬如覺得自己特別惹蟑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都不反抗了 免得拍牠了 其實不是的 就算你不拍牠 你如果不想殺身 你都趕 OK 其實蟑螂也好 蟑螂也好 你其實趕得多是work的 是嗎 是的 是的 這是有人實驗到的 是真的 牠們會知道 每一種動物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演化 牠們都對於怎樣去規避危險 尋找食物呢 牠們是有一個生存的機制在那裡 有一定程度的學習機制在那裡 鄭蚊知道在那裡不安全 被人趕得多 牠會懂得去取而不取難 牠會再找一個不趕去的人來吃 就是有蟑螂飯吃 為什麼要吃危險的飯呢 菌和烏鷹那些 就是烏鷹不吸血了 但是烏鷹都懂得是這樣的 你生氣牠就狂趕 但是問題就是 等於你打電腦那些學習的程度 你去學得快不快呢 你要趕多少次才行呢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 那次我去拍一隻蟑螂 我的感覺是牠是害怕的 就是是不是我投射我自己人的情緒到牠裡 還是說牠真的有客觀可以實現牠 牠是不是真的害怕呢 牠的那種感覺 你看到牠的表現就是手無足道 你如果知道那種手無足道 不是歡迎你那種手無足道 就一定是急急地要逃走那種 而這件事是 你自己面對危險的時候 你都會馬上走 其實你很容易就投射到你那種反應下去了 但是你問牠 牠純粹是一個走的機制開動了 其實對牠來說 其實牠是不是好像 只不過是等於人 碰到火 縮手那種反射動作 還是真的經歷了一個思考 不是的 這傢伙想砍我 我想一下 如果我不走 如果我不走 我假裝死會不會沒事呢 會不會我走會好些呢 是不是想這麼多東西呢 我想如果對於一個比較簡單層次的生物來說 牠的神經反應更加像是一個簡單的反射動作 更加多於一個叫做很深思熟慮的腦部思考 是的 後面再如果你說深思熟慮 甚至你可能提升到一個意識的層次 蟑螂都可能有意識 甚至蚊都可能有意識 那就很麻煩了 但是你說貓和狗 牠有意識 我覺得不需要懷疑 是 是 是 跟著我們很清楚的 你如果養八爪魚 養魚 那些人說金魚記憶 其實都不是很靠得住的 其實金魚可能是給我們想像中記到很多東西的 起碼牠會知道 你去過鯉魚池 你見過鯉魚池 你的人走過去 牠已經走過來問你 牠已經懂得湧過來的 那你說那條魚是否認得人類 就是一個會派食給牠的物種呢 是吧 就是 餵了餵食 每個生物都會有一定的醒目程度 所以你說 就是 是不是這樣就代表寵物全心呢 首先 你不要這麼快想到有些超自然的力量 可以你和牠溝通 對於這個動物來說 牠最基本的那個反應就是 牠是否意識到有生命危險 還有牠是否找到吃 有些聰明一點的生物就會懂得想 有沒有得玩 海豚啊 狗啊 這些就可以 OK 猴子就更加可以了 有些就懂得去弄你回頭 猴子 黑猩猩這些 是吧 去到這些複雜一點的動物來說 那牠本身就有一個 學習能力和意識在這裡 但是 對於一些簡單的動物 你可不可以將你的人主觀意志 甚至傳遞給牠知道 啊 我很想和我家裡養那隻蟑螂 去分享我的憂傷 那樣 然後就是 我是寵物全心師 我可以做到 你問我 我就不會相信這件事了 但是純粹就是說 一隻狗 牠懂得表現聽到你的語氣 知道你不開心 然後走來去控你 這是可以發生的 這是有我們已知的一些 對人的心理瞭解 對動物的心理瞭解 甚至乎對於那種 就是 牠們那個腦部神經 怎樣處理這些外來的刺激 我們是有一個 足夠的認識來去明白這件事 是啊 那你無論怎樣都好 善待動物 養一隻貓 就對牠好一點 養一隻狗就對牠好一點 有時間來和牠多點溝通 是啊 我想其實很多養貓的朋友 都聽過我剛才說的那種方法 這樣說 行不行呢 你總共會發覺 你家裡的貓可能是不受這套的 但是你在一個統計的層面上 我們怎樣去 這裡可以多說一兩句 我為什麼要接受這個結果是可以呢 其實就是你要看別人的貓 其實通常是一個大的統計 你其實最好就是 你最好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找到 譬如一個很初步的方法 你要搞清楚的時候 也是這種實驗 就是他們做這些 學者做的研究 那種比較標準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 你找回20個養貓的朋友 至少其中10個 是不會跟貓這樣眼神溝通的 另外10個會 然後你就看看那10個會跟貓眼神溝通的那個朋友 跟另外那10個不會跟貓有特意的 很慢的眼神溝通的朋友 看看他們的貓本身的行為上面 會不會有什麼顯著的不同 然後你一定要累積得足夠多的統計 然後你就發現那個差異 原來似乎我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差異 也真的保持著這麼顯著 這樣你就有能力去決定 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結果 其實這件事情 你問我 放在我認為最大的科學成份 就反而是一個統計手段 其實就是 所以你會看到 可能有些人試了不行 但是似乎就是試了 就大些機會可以這樣 其實就是 我看到就是 我都會傾向相信這個結果 好 那我們今天科學新資就完成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沒有人喜歡我 支持自我做好節目 兼他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 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自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